高雄市延长居家远距教学 包括学校公立幼儿园及补习班 延长到6月19号 那就暂停实体的课程改成线上教学 随着疫苗覆盖率提升 陆续有校园宣布恢复实体课程 但高雄市9号公布 因为考量疫情高原期可能维持7到10天 担心复课后疫情可能会在校园延烧 决定延长远距教学到19号 视讯上课我们也是很担心 因为我们要上班 然后小孩子都在家里没有人雇 我们也会担心说会不会乱跑 或者是有没有上课 他们如果真的是要去上学的话 我们这父母亲都很担心 因为这个疫情一直在扩散 不过为了让学校以及补习班有应变空间 高雄市教育局表示 期末考团体训练等实体学习及活动 可由学校及校内防疫专责小组决定 并加强防疫措施 学校真的有必要 有一些事情必须去安排 比如说期末考等等这些团队训练 这个时候可以让小孩子进来 我们学校里面做一些处理 针对补习班的部分 补习班我们现在的规定 还是以线上教学为主 但是可以视家长需求才混成教学 那我们这边的混成教学的意思就是 线上线下同步学习 高雄12到19岁年龄层感染比例有所上升 9号校园疫情仍有破千例 对此防疫不敢松懈 市长强调等到下礼拜疫情渐缓 会在讨论是否恢复试题课程 你看这里 原来新闻当播 高雄市采访报导 打载谈 然后 谢谢大家